我被皇帝巡回 成了那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长公主 却被她迷晕送去敌国和亲 日日受辱 不死归来后 我成了世人口中的疯子 唯有她 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可那清白一生的全臣 因为我 成了罪人 一次次回到过去 我才知道 她是为我而来 深夜 雪异常大 我衣裳单薄 这一身肃静白裙 却顶着满头朱钗 各种稀释宝石制成的刀柄 此时融着血 闪着淋淋的波光 血泊中躺着一名女子 已然是奄奄一息的模样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 白裙已大半被溅满鲜血 血如断线的针 一滴一滴从我手上滑落 宁中风尘仆仆地站在我身后 她刚推门而入 就见到如此场景 不知是寒风惹的 还是怎滴 让我打起一阵冷战 我不敢回头看她的神情 我怕她嫌我脏 宁周 我脏吗 我的声音微微颤抖 回永宁国后 我第一次在旁人面前这般 公主不脏 可他们都说我脏 是他们的心脏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 看着她用自己的手帕 擦拭着我手上的血 内心掀起层层波澜 归国之后 对我好的 唯有她一人 我问过她为何 她告诉我 曾经有一个姑娘 救我于水火 我也想救曾经的自己 那日阳光正好 透过层层树叶 变成青青摇曳的光运 照在她的脸上 她笑得温柔 是我从未见过的笑容 我心漏跳了半拍 逃得慌乱 连那个姑娘是谁都不敢问 在得知她 被男家那外事之女男容 下药陷害 被迫要娶她时 我便杀红了眼 她怎敢碰她 我对这光芒避之不及 她却恬不知耻地去害她 她这样干净的人 就不该有瑕疵 死了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好了 那日与她一起的不是沉 瞳孔微缩 我没想到她会主动解释 但还是松了一口气 整个人有些摇摇欲坠 她下意识揽住我的腰 在稳住我的身子后 又变回了平时 那个不苟言笑的模样 就是这般模样 我用一双含笑的眼眸 注视她良久 却也没能令她感受到 一丝拘束之意 宁大人觉得本宫如何 宫主很好 配你如何 臣不配 两人的话语 似乎能组成一句话 紧凑连贯 不知是她紧张 还是我紧张 我想 应当是我 我没有再说话 看着她静静地擦拭着我的双手 她却没有多分我一个眼神 她是懂得如何拿捏我的 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一般 我们离开了那间破屋 我的手下知道该怎么做 宁州将自己的披风套在我身上 遮住了我身上的穴子 不紧不慢地跟在我后头 就如公主与陈子般 我又加快了两步 拉开了距离 朝她回眸一笑 是我许久不曾有的笑容 不知她有没有看清 我眼底的爱意 宁州 小心点 本宫盯上你了 我不再回头 静止上了那辆回宫的马车 是害怕 是期待 我没有看到仍处在原地的那人 脸上淡淡地笑 也没看到远处有一人握紧拳头 死死地盯着这一画面 不到两日清静 我被那好皇帝唤取 终于还是来了 归国之后 我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现在整个永宁国的百姓 都在说着我永宁长公主 是个疯子 可他们又何曾知道 我为何而疯 因谁而疯 中秋宴上 那宁国公之女男娇娇 嚣张跋扈 公然拿着鞭子 打她那好爹的外事之女 我不过是闲巢 浇了她一壶酒 她和她爹愣在原地 死死地瞪着我 指着我的鼻子 喊着 你你你 我抢过南娇娇的鞭子 踩在桌子上乱挥 看着他们胡乱躲着的模样 真是喜欢你们 这看不惯我 又不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我当时笑得不成样子 可谁知 当初我不经意救下的外事之女 又死在了我的刀下呢 南娇娇该登门跪些我一番吧 我替她除害了 还有那兰西郡主 走在御花园的路上 也能被她莫名其妙嘲讽一番 殿下和亲的日子过得如何呀 被几个战士凌辱啊 哈哈哈哈 真恶心 我翻着白眼 甩了她一巴掌 又挽起袖子 给她看我的手工纱 在她还嘀嘀咕咕地捂着脸说 不可能是 我将她推下了湖 我拍了拍手 终于清静了 去乾坤宫的路上 我还在掰着手指头 猜她是为了哪件事找我 我没想到啊 是因为我的名声 大概在乾坤宫方圆一里内 都能听见我们的声音 阿泽 如今连你也要说你阿子脏了吗 我看着她眼神躲闪的模样 没有什么波澜 只勾起一抹冷笑 我的心早在她将我迷晕送去安岭国时 就崩裂了 阿泽 整个永宁国 唯有你最没资格说我 是你 打搅了我的安分生活 请我回来 又不择手段地将我迷晕 送去敌国和亲 你可曾问过我怨不怨 你阿子在那儿经历过什么 你不会不知道吧 可你可曾有过一丝心疼 你是盼着我死在那儿 还是盼着我回来之后低声下气的忍辱负重 我告诉你 如此待我 你就该赎罪 我被如此屈辱 我为何不逃 我逃了 何来如今的安宁 我不逃 是为了活着 是为了国家大义 凭什么我一人换来了太平 还要受整个永宁国的冷眼 莫说是你欠我的 我说 这整个永宁国都欠我的 又有何错 我怒斥着 哭诉着 桌上的物件被我挥下 遍地混乱 我心红着眼 看着眼前这个 怕得躲到一旁的男人 我才知道 无望之极是孝 永宁国的长公主 真的疯了 连皇上都敢造次 几个时辰后 整个皇宫乃至京城大街小巷的人 都会知道 可谁人知 永宁国的长公主 为何换永宁 永宁长公主又为何敢如此 若我当年没有离开 这个皇位不会是他的 我为了他 做出一次次让步 可我的好皇帝 让我太失望了 愚和熊长不可兼得 他做他的皇帝 而我手握重兵 可他就是知道 我心有国家大义 才会笃定 我不会起兵 才会如此放肆地 将我送去敌国受辱 可如今的我活着回来了 他又怕了 他又以为 我当真不知 是谁造谣我的名声吗 我什么都知道 只是不说罢了 回长乐宫的路上 下起了暴雨 我遣散了宫女丫鬟 独自一人走着 那雨明明那么小 打在我身上时 为什么就那么痛呢 我痛哭着 大笑着 所有声音都被淹没在雨中 我扬着笑 在雨中起舞着 似是想要借此一点点洗去 曾经的屈辱 在安令国两年的每日每夜 我的尊严都被摁在地底羞辱 如同赤裸一般展示在所有人面前 我的和亲对象 是安令国的大皇子 完颜末 他风流成性 处处流连 却嫌我脏得很 嫌永宁国的人恶心 从不碰我 我唯一感谢他的 就是觉得我脏 那日洞房夜 他逼着我在众人面前跳舞 听闻永宁国长公主的舞姿 举世无双 不如现在就舞一曲 给我们安令的臣子们 尽尽兴啊 完颜末洒着杯中的酒水 剑到我的衣摆上 在外臣面前跳舞 是何等屈辱 席下的臣子们 等着看我的笑话 两旁的侍卫握着剑 随时准备上前压下我 我永宁长公主 善舞善舞 就算是今日我不从 也能以己敌摆 可他们等的就是那一刻 想看的就是那一幕 为了永宁 我从 我穿着嫁衣 仍高高在上的立于席间 深深地看了一眼 坐在主座之人 一身红衣 眼里多情 一手搭着一个姑娘 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鞋里的碎瓷片刺进肉里 我仍面无表情 翩翩起舞着 鞋透过鞋面渗透出来 随着我的舞步印下一朵朵血帘 不知是见了血眨眼 还是看我面无表情 没了兴趣 完颜末拧起了眉 真没意思 都给我滚 我冷冷地看着所有人 带着指责的目光离去 自那以后 我不常见到完颜末 成日见到的 是那些仰慕他的人 我每日时不果腹 试过被人从口鼻灌入哨水 试过被人打得浑身轻子 也试过被人用鞭子鞭斥着跳舞 一边一边打在我身上 打一边才能动一下 我不能反抗 阿则是没有能力救我 救永宁的 或是同病相连 安令国的皇后娘娘帮了我 冬日云我衣裳 白日云我吃食 她是完颜末的生母 却与她儿子不同 她温柔待我 她告诉我 她回不去了 但是我可以 在几百个日日夜夜里 我都在望着月光 思念着故土 我的好皇帝呀 你当真一点心都没有吗 我等啊等 终于等到有人来接我回家了 我听说 是一位名唤宁州 的大臣与安令国使者 进行了新的谈判 将我换了回去 临走前 皇后娘娘赠我一块玉佩 脚白的半圆糊状 叼着一朵凤鸾花 凤鸾双生 根枝缠绕 英式还有另一半玉佩 本宫自西域来 妹妹也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可她却为了追随那所谓的爱情 下架至永宁国一户人家 不知所终 我知她意 向她保证 回去后 我定帮她寻 那一日 阳光正好 我穿着朴素的衣裙 发上没有任何装饰 我瘦得清靴 白的沧桑 似乎早有准备 接我食 所有人都被过身去 唯有她 手握一根玉簪 静静地看着我 我没想到 第一次见宁州 会是在那个时候 我最难看的时候 我愣愣地朝她走去 步伐不再似从前那般平稳 伤得多了 一步步都似走在刀尖上 公主 陈接您回家 她就立在我面前 却让我感到隔着千万里 她轻轻将玉簪插进我的发里 让我不至于那么难看了 你叫什么名字 她声音有些颤抖 不知是溅了我的泪 还是因为我哭得太难看了 陈宁州 公主不哭 陈带您回家了 过去的伤疤被我亲手揭开 我缓缓停了下来 挣了小话 感受到雨似乎停了 耳边变得清静 我抬头望去 是有人为我撑了一把伞 我没有回头看那是谁 我此时的模样实在是太难看了 陈宋公主回去 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又疏远 可我总觉得 她应当是心悦我的 若她不曾提到那个姑娘 这应当是我们靠的最近的一次 共诚一伞之下 我没有说话 也庆幸今日的雨那么大 盖住了我乱撞的心跳 回去之后 我便感染了风寒 我本还庆幸着 又得了几日清静日子 可当我红着脸 问起暗卫关于宁州的事实 现实却给我浇了盆冷水 脑子里因风寒而堆积的热气 瞬间消散 完颜莫来了永宁国 她不知跟皇帝做了什么交易 居然把宁州关进了大牢 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日 我以最快的速度 整理好自己的仪容 朝那乾坤宫奔去 早已顾不得什么礼节 撞开门后 便见到两个衣冠楚楚的禽兽 在商讨着 而桌面上放着的 便是等会儿要赐死宁州的毒酒 我先他们一步开口 宁州犯了何错 沈泽不说话 单单在一旁看着我与完颜莫对峙 他的稻种有问题 欺君之罪 该死啊 完颜莫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朝我怂怂间 当初是宁州用自己研制的稻种 将我从安领国换了回来 我观察过 这是极好的种子 在荒芜之地同样长得出水稻 这对于安领国大半沙漠的国土 是非常有利的 可是我不懂 完颜莫为何要针对宁州 直到他说 那晚 你对他可笑得真开心 恍然中 我才明白 是因为我 我看着他病态地笑 心底生出许多疑惑 他辱我 嫌我 可我不曾想到 他会恨我或爱我 恨吗 我从未对他做过什么 他不该恨我 爱吗 我不曾做过什么能让他动心 他不该爱我 我摇着头 空白了脑袋 却生出宁州的模样 不管如何 宁州都该干干净净 一生无暇 我看着旁边的沈泽 我问他 阿泽 你可曾后悔 他抿嘴不语 阿泽可想过要我死 我冷笑着 觉得自己在说着废话 他怎会不想要我的命 我活着 是对他皇位最大的威胁啊 笑着笑着 我伸手拿起那杯毒酒 一饮而尽 用最后的力气对他们说 以己之命 唤宁州安宁 我眼角落下一滴泪 倒在这皇宫之中 我为何落泪 是太苦了 那杯毒酒太苦了 我在敌国那么苦都熬过来了 却死在了我用命换来的故土上 我死了 有人会替我难过吗 我只是对安宁皇后感到抱歉 没能为她寻到她的妹妹 一阵鸡鸣闹醒了我 睁开眼 痛感渐渐消散 四周不再是那华丽的砖码 我愣愣地走到窗边 揉了揉双眼 院中一棵梨花树开得正盛 木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几排婆罗 外面还走着几只野鸡 在朝我鸣叫着 我望着眼前的井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感受着这气息 是我还未被阿泽找回去的时候 我本以为这是死前的走马灯 可过了几日都不曾有消散的意向 或许我是真的回到过去了 我挑剪着陀罗里晒好的种子 暗自庆幸着 或许是老天开了眼 让我带着记忆回来 让我看清了我的好皇帝 从前她的母妃害死我母后时 我没有怪在她身上 母后死后不久 她的母妃便自吻了 我只当我们两个是同病相怜之人 她依赖着我 我培养着她 我从出生起 便被当作未来女君培养 可我无心朝政 只想将设计交托在她身上 可父皇去世后 她又开始百般猜忌 为了让她安心 我离开京城 居于乡野之中 她来接我时 我只以为她想我念我了 可没想到 她竟与她的母妃是一种人 一次次的退步 都让我再次沉浸在失望之中 我手下的人 在各个地方扎了根 若我当时没有放出风声 她不可能找得到我 这一次 我不会再信她 上山去摘果子时 我遇到一群嚣张跋扈的土匪子 围着一男子 我躲在树林里观察着 远远望去 那男子依旧挺拔着背 没有畏惧 只是看那背影 有些眼熟 想起曾经宁州跟我说过 永宁五十年 土匪肆意 烧杀抢掠 让无数百姓 妻离子散 此时 不正是永宁五十年吗 想来应是同一拨人 土匪如此猖狂 背后定有高位之人谋划着 以至于最后剿灭土匪窝石 都没能抓出背后之人 我故意踩断脚下的树枝 发出声响 谁 带头那人朝我的方向喝着 我浑身颤抖着 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我的容貌是极好的 以至于他们看见我时 直直地愣了神 包括那名男子 他一转身 我便愣在原地 在他们眼中的 我像是背下的 可我是因为那人的模样 虽着一身青涩长服 没有精致的秀养 却仍穷之欲数般 这画面与我记忆中 官袍加深的他重叠 我没想到 竟会在这儿遇见宁州 那几个土匪头子 拽着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却也没有做别的事 仅仅是带着我们 朝一个方向走去 我与宁州并排走着 身旁还围着几个标状大汉 生怕我们逃走 我看着被捆住双手的宁州 抬起手指戳了戳他 敲咪咪地在他耳边说话 为什么他们不捆我呀 随后又对着旁边 憨厚的大叔笑了笑 他只用余光瞟了我一眼 摇摇头 无奈地笑道 兴许是看姑娘生的美霸 可我却被他这一笑 羞红了脸 上一次见他笑 似乎是在他提起那个姑娘时 我的心又骤然落下 垂下了头 是啊 他心里还有个姑娘 我垂着头 没能看到宁州慌乱的神情 似是到了一处入口 几人用黑布蒙上我们的双眼 我莫名地摇了摇头 惹得旁边另一个大汉朝我吼道 别耍心眼啊 他们不知道 我是在暗示临终的暗卫 不要打草惊蛇 夜见黑 我和宁州被关在一间屋子里 好心的大汉将蒙在我眼上的不摘下 右转捆住了我的手 门关上后 我才开始环顾四周 外面不断传来女子的哭喊声 应是跟我们一样 被关了起来 可我却与宁州被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 屋内有一股香味 又夹杂着另一股味道 熟悉 却又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地上堆着杂草和木柴 窗户被紧紧封住 只看得见外面火把透进来的光 看上去像是个山寨的模样 可总感觉不对劲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香味很奇怪 我巧声问着身旁的人 我细细地嗅着 忽然间想起曾经常与母后去的寺庙 试送香 我与宁州一口同声地说道 我望了他一眼 发现他还被蒙着双眼 可是我们的手都被捆住了 我没办法用手帮他摘下 你低下头 他没有迟疑 很听话的按照我说的做了 让我有一瞬 想到了那对永宁长公主 恪守礼法的宁大人 可我现在是沈志华 不是后来受尽折辱的常公主 我靠近他的脑袋 鼻息洒在他的耳阔 他身子微微颤抖 想要躲开 却又被我的唇碰到了他的耳垂 屋内 黑得我看不见 他耳根渐渐染上的淡粉色 别动 我在他耳边轻声低语 随后用嘴叼着黑布扯下来 宁州睁开眼 便看见我用嘴叼着一条 长长的黑布的模样 我扭过头去松开那条布 抬眼望他时 浓密的睫毛在微弱的红光下 微微颤抖着 让他瞬间微红了脸 他别过头去 不敢与我对视 多谢姑娘 我朝他抛出一抹笑 我叫沈志华 宁州 画壁 迎来了沉寂的一刻钟 我晃着眼看着周围 这里是寺庙 嗯 他冷淡又疏远 成功地又断了我说话的念头 他双手被捆在腰后 稍驱着腿坐着 面上没带什么情绪 似乎现在被关着的不是他 此时的他 应当已经用那苦心研制的道种 救了荒芜的梁州了吧 他曾对我说过 他研制道种 是为了民生 更是为了永明 他也曾对我说过对不起 沉花了太多时间 才走上这个高位 才有资格去为您谈判 那一瞬 我有些分不清他位的那个永明 是我还是国了 我也甚至以为他对我有心 可他从前并未见过我 我也从不知道他 如今 我盯着他的模样 忍不住扑哧一笑 还是那个不愿意分给他人 一抹眼色的宁大人啊 姑娘在笑什么 他疑惑地看着我 以为自己脸上沾了什么东西 想抬手去摸 却发现抬不起来 又放弃 没什么 我别过头去 摇着头忍住不笑 他没得到回答 也不再说话 靠在墙上闭上双眼 我无心修整 又开始观察起四周 土匪扎窝在寺庙中 又伪装成山寨 让人难以理解 过了一会儿 女子的哭喊声渐渐消停 又隐隐约约听见框 框的声响 我瞳孔骤然放大 有人在撕住兵器 我扭头看着身旁毫无动静的人 难不成 宁州是来调查此事的 可记忆中 土匪的肆意横行 早在我和亲归来前已被平息 而且最后的结果是 剿灭了土匪窝 还了百姓安宁 若真是撕住兵器 在永民国中 最需要靠士兵做后盾的人 是阿泽 仔细想来 竟是如此 所以他才千方百计 将我送去和亲 让我无法动用手上的兵权 也无法得知 他在豢养私兵 撕住兵器 宁州私自查探 无意间撞见他的大忌 所以他才会与完颜末不谋而合 要除掉宁州 似是有一块巨石压在我心口 让我难以呼吸 曾经的我与阿泽 犹如一母同胞的亲子弟般 我对他百般纵容 对他毫无防备之心 内心有千万道声音纠缠着 皇位真就那么重要吗 将忠诚的臣子当作棋子 将最亲的阿子当作靶子 阿泽 你好狠的心啊 来来来 跟我去见寨主 几个大汉推门而入 带头的是 今日那个憨厚心软 没有绑起我的那个大叔 他傻傻地对着我乐好 我便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似乎看出我想问什么 他笑着说道 小姑娘 带你去当寨主夫人了 我微抿着唇 合着单独关我 是为了送给他们的寨主当夫人 那宁周呢 我看向他 忽而发现 他那张俊脸变得更加冷漠 我们又被蒙上双眼 被推着出去 视线被遮挡后 耳朵变得更加灵敏 我感受到 他们带着我们 往北面直直地走去 而铸铁声在东南处 可那西边 不会听错 在安令国时 被鞭子打多了 我不会认错 西边是一边鞭打 像肉体的声音 还有闷闷的哭声 似乎是被塞住了嘴 想起刚刚那些 忽然消停的哭喊声 是那些被掠来的女子 我的心又沉了几分 抓男子来铸铁 那抓女子是为了什么 我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我压制着心中的愤恨 无论如何 要等到我的人准备好 才能行动 这次做得不错 我很满意 眼前的人 哪里是什么土匪头债主啊 他身着一身蟒袍 脸上光滑得没有一点胡茶 说话的声音又尖又高 是个太监无疑 他因进攻时间不长 并不认得我 却认得我身旁的人 宁大人 真是好巧 宁州没理会他 只是用不屑的眼神 扫了他一眼 他便站不住了 不过一个小小文官 还敢给我眼色看 他甩了宁州一巴掌 掌声清脆的我的心都连着颤了颤 他竟敢 他竟敢如此对宁州 我都不忍心挑逗的人 他竟打了 我看着宁州脸上泛红的纸印 瞬间红了双眼 大人 可以帮我解开 可以帮我解开吗 我楚楚可怜地看着这太监 他果然松了心 让人帮我解开 松绑后 我做事扭了扭手腕 露出那忍了许久的杀气 狗太监 我歪了歪头 朝前面那人勾了勾嘴角 他怒气冲冲 在场数十个大汉逼向我 除了那个憨厚的大叔 带头的两人 被我生生扭断了胳膊 我抬腿一踢 便朝那太监飞去 他被吓得坐到了椅子上 我又大胯一步 一个飞踢 朝另一人下把踢去 站在一旁的宁州 还被绑着双手 平常的孤冷 如今已被慌乱取代 下一刻 便听见一声脆响 我却感觉不到痛 转头一看 是宁州为我挡下了一棍 血顺着他的眉骨往下流 我挣了一瞬 看着他倒在我肩头 我狠狠卸下那人的胳膊 找着缝隙 猛地将宁州往另一边推去 又被身后的人偷袭 生生挨了一拳 喉尖涌上鲜泻 从嘴角流出 我心红着双眼看着他们 躲过面前的攻击 抓住那人的手 将他腾空翻起 那人落地的同时 还带下了一个人 我捡起地上的木棍 勾起一抹带血的笑 又甩起木棍当箭矢 将面前一个个 重新站起的人打倒 最后 我撑着木棍半跪在地上 嘴角带着血 冷冷地盯着 坐在椅子上颤抖的人 我 我的人很快就到 你就等死吧你 他结结巴巴地 说出威胁的话 却惹得我笑出了声 可惜 我的人先到了 忽然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闷猛地被撞开 外面的灯火 瞬间将屋内照亮了许多 我的身后 冲进来一堆护卫 分散两边跪在我面前 他们一手握着剑 一手抱在胸前 嘴里整整齐齐地喊着 长公主殿下 属下护驾来迟 那太监怎敢想 自己居然将长公主抓了来 他颤颤巍巍地缩在椅子上 看着我一步步朝他走去 殿下饶命啊 是 是晓得 有眼不识泰山 冲撞了你 我如今才真正感受到 跪者为刀组 剑者为鱼肉 可人应当生来平等 不该分跪剑 这是父皇治国的理念 阿泽 你真真是让阿子太失望了呀 回过神来时 我早已将发上的银簪 狠狠刺进他的脖肩 喷涌而出的血溅到我的脸上 我恍若回到了 用匕首刺死难容的那日 失了心智 我吩咐手下处理好了一切 被掠来的百姓都放回了家 那些饲养的士兵 也被尽数收入我的麾下 包括那个哈后的大叔 他们渴望为国效力 却不成想自己参错了军 我给了他们机会 而那些无恶不作 烧杀抢掠 凌辱女子的土匪们 跟着那废弃的寺庙 一同被烧了 我的好皇帝 岂能预料到 自己苦心筹谋的大忌 被一夜之间毁得一干二净 待宁州醒来时 我们已经回到了我的山间小院 我只告诉她 是长公主的手下救了我们 并没有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 曾经的我们隔着公主与臣子的界线 我又因我受过的屈辱 不敢玷污了她 可如今 什么都还未发生 或许我们还有机会 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我深深地看着她 立在院中的背影 欲言又止 千愁百感 交织在心底 仿佛前世今生 攒了千言万语 不知从何说起 她为了我而受的伤 我死疲赖脸的要报恩 让她留下养伤 这些日子里 我千方百计的让她看见我的好 不知能否在她心中 占一小块地 我拉着她去看花火 逛灯会 看出雪 应我心 宁周 你觉得我如何 在酒的熏陶下 我们都有些恍惚 她盯着我看了许酒 又灌了自己一杯酒 似乎这样才有勇气说出口 姑娘很好 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我 你还会喜欢吗 我醉得不省人事 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又倒在桌上 在我昏昏沉沉时 宁周又低着头 看了我许酒 喜欢 她为我挽起碎发到耳后 轻轻抹撒着 过了一会儿 我又被冷风吹得清醒了些 我抬着朦胧的双眼看她 傻傻地笑着 宁周 我给你跳舞好不好 永宁长公主 善舞善舞 却从未在外人面前 跳过这惊鸿舞 亭外还落着雪 我仰着头 就这样迎着雪转着 淡蓝色的裙摆 在雪中轻轻摇曳 像是雪地里一朵盛大的花 宁周立于亭下 看着我为她而舞动的身姿 她不知道 惊鸿舞只能跳给心上人看 她是我的心上人 她的心上人是我 其实刚刚我还清醒着 我听见了 她说的喜欢 但我还不能掀开这层薄杀 我该上战场了 若我能平安归来 才能应我们的心 死去和亲的公主 是兰西郡主 被阿泽封了兰西公主 送去和亲 连新的封号都不肯取 她不似从前的我 仅仅只是被羞辱 她被丢进安岭的军营里 被战士们各种凌辱 又在逃走时被发现 乱箭穿心而亡 我不知为何 与我从前的遭遇不同 但已成定局 这些我也是 最近才得知 安令蛮得好 却也有人向外透露着风声 可曾经 阿泽知晓我如何 她也不曾救她的阿子 安令国借着和亲公主 逃跑一事发起战争 我必须回去 我不辞而别 孤身上战马 飞奔至京城 我两手牵着马绳 一身红衣 犹如上位者般 看着城墙上的守卫 过会儿 宫门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血腥 无数士兵倒在血泊中 我骑着马一颤一颤地往前 站着的士兵迅速解决敌人 朝两边走去 为我开了一条血路 倒下的 都是那潜入宫中的敌军 而重伤仍利的 是永宁国的士兵 一瞬间 他们齐齐跪下 朝我正声道 参见永宁长公主 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我望着底下数百兵 想起曾经与父皇一同操练兵马的时光 他们还如曾经那般 干涸的双眼 在此时落下一滴泪 随即快马加鞭地往前奔去 阿子 救救我 阿泽跪在我面前 带着哭腔 却不曾落一滴泪 安令国要的 是永宁国的皇帝 可阿泽贪生怕死 不愿上战场 也不敢上战场 我瞎了眼 才会选了这么一个窝囊废长大权 我没有理会他 甩着裙摆 面朝密密麻麻等候命令的将士们喊道 众将士听命 今日我永明 只许圣 不许拜 我没想到 会看见身穿铠甲的宁州 殿下 陈根去 能帮上忙 他在知道我的身份后 没有感到惊讶 反而这一身铠甲出现在我面前 不似从前那般只换我公主的宁大人 好 我与将军领着万名剑将直奔沙场 敌军的领头人 是完颜末 这次他没有见过我 却还是在看见我时 正了一瞬 你们永宁是没人了吗 还需要一个女子领兵 我没有理会 带着大家开始进攻 不知过了多久 我脸上的灰和血 交融着 对着眼前与我博弈的完颜末笑着 脑海中却不断闪过他曾经带我的屈辱 下一瞬 他上马往林中奔去 我也跳上马 追在他身后 只是不知道宁州是什么时候跟在我身后的 没时间问他为何跟来 我只觉得他太傻了 完颜末终于停下马来 却举起弓箭 对着我身后的人 我拉着马绳 一到宁州面前 同样举起弓箭对着他 他愣了愣 那神情似乎染上了悲伤 两箭齐发 我射中了他的心口 而他的箭 停在我的马下 在他倒地的那瞬间 我还是没能想通 为何如此 直到看见他身上掉下来的那块玉佩 正是当初安令皇后赠我的那块 原来竟是他的 林中有几只乌雀飞过 惹得树叶萨萨作响 我的心似乎空了一块 久久不得平息 我不知他从前为何要带我好 又带我不好 我看不懂 战节 永宁与安令签订协议 安令百年内不再进犯 宁州 我 我甚是开心 想与他表明心意 可谁知 殿下 陈不配 他冷冷地说着 似乎一丝丝情意都没有 可我那天都听见了 他是喜欢我的 为何不配 宁大人心有大意 清白一声 护我怜我 甚至 差点为我而死 为何不配 话从我嘴里说出来 慌张地怕他离开 公主 他面露苦涩 甚至不敢看我的眼睛 这个称呼 是从前那个宁大人总换的 我曾问过他 为何不与其他人那般 换我殿下 他告诉我 因为我是公主 我虽不明 却也开心了好些天 你换我什么 我颤抖着声音 不敢相信 他终于抬眸看我 公主 为何 你也回来了 臣一直都在 原来他为了救我 一次次回到我的过去 而每一次 我都没有记忆 一次次重蹈覆辙 他看着我 一次次踏进火坑 却又无能为力 只是这一次 当他看见我的第一眼 他便知这个我 与从前的不同 我是带着记忆回来的 那你为何不说 双眼早已不满泪水 我怒他骗我 为何要让我以为 一切都有从头开始的可能 我原以为 可以抛弃屈辱的过往 站在他身旁 可是命运弄人 我苦笑着 气着上天的安排 我喜欢的那个人 清白一声 怜我护我 名唤宁舟 而他喜欢的那个人 千夫万指 受尽屈辱 是永宁国的长公主 却连站在他身旁的勇气 都没有 他塞给我一块玉佩 我没仔细看 只紧紧拽在手心 这一次 终于能给你了 他离开了 我甚至忘了问 为何要一次次救我 脑海中想起 他曾经说过的话 曾经有一个姑娘 救我于水火 我也想救曾经的自己 他口中的那个姑娘 回过神来 我才细细妈撒着这块玉佩 半圆糊状 凤鸾花 凤鸾花 这是另一半的凤鸾花玉佩 若是如此 宁舟的娘亲 就是那西域公主 安令皇后的妹妹 可我早知 宁舟的娘亲 在她时便去世了 她说这玉佩 只能赠予自己最重要的人 那完颜末 我摇摇头 不想再回忆从前 第二日 便是我的登基大典 阿泽做的一件件错事 被我一一揭露 关入了大牢 国不可一日无主 我这一身华服 路过一众大臣 坐于那龙座之上 我终究还是坐上了这个位置了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望着殿内 跪了满地的臣民 握着腰间的玉佩 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我闭上双眼 听着他们一声声地唤着 过一会儿 耳边有风吹过 鸟鸣声豁然入耳 睁开眼 我到了一处熟悉的地方 眼前是一棵大树 我后退了几步 才看清原貌 是一棵开的 正盛的梨花树 我低头看了看 自己变小的身体 忽然想起什么 在看向那树干上 刻着玩时刻的宁 我愣愣地 眼底涌出泪水 回头一看 是昆宁宫 是母后的寝宫 我又回到了过去 我摸了摸自己的衣裳 却没能摸到那块玉佩 万千思绪涌入脑海中 或许那块玉佩 就是回到过去的媒介 上一次 是完颜末的那块 这一次 是宁舟的 而每次使用完它就会消失 但它们是从小便有的 所以无论多少次 它们都会再次拥有 回到过去的机会 并带着记忆 除非 在过去时失去 未来就不再拥有 而我用着宁舟的玉佩回来 它没有玉佩 就不会有记忆 我心中一喜 便喊着我挂在树上的暗卫 去帮我找人 湘府 宁舟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岳飞 阿泽的生母 我要让他没机会进这宫 父皇只爱母后 若不是从前的岳飞使了手段 也不会有阿泽 从前父皇的后宫中 也只有我和阿泽两个皇寺 此时 正是父皇要我替他选妃赠梅之时 从前我见那女子 长得与母后有几分相似 才将梅花赠予他 让他成了岳飞 后宫的花 争其斗艳 母后是去之后 我便常往岳飞的一厢宫去 那时的阿泽 只一岁大 我也才足岁 岳飞是我亲自为父皇选的妃子 那时我还懵懂 看他与母后有几分相似 便将梅花给了他 却不知他与他未出生的儿子 会毁了我和我的国家 娘娘 这花开得真好 我眼睛眨巴眨巴地 用手指着眼前紫色的绣球花 这盆绣球花 比御花园里的 生的都要好 不 是这一厢宫内的花 比我见过的都要好 那时的他带我极好 我却不曾看到他笑容底下的刀 永宁喜欢 便带走吧 他摇着摇篮 哄着阿泽睡觉 温柔地对我笑着 在我的印象中 他一直都是这般 我听了此话 心中一喜 便要去抱起那盆绣球 可不知是花开得太大 还是我的力气小了 只觉得这花盆重得很 我使了浑身的劲儿 也才看看抱起来一瞬 下一秒便摔在地上 重重地一声脆响 惹得快睡着的阿泽 哇大哭起来 外面的宫女侍卫都冲了进来 我眼里挂着泪珠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我指着地上混着泥土的血肉 和那格格不入的指环 那是母后的 我正正地看着前方仍坐着的岳飞 还在用那温柔的笑看着我 只看着我 我恶狠狠地盯着他 却只感受到 他的笑在我眼中 变得越来越渗人 那日 奶娘抱走了阿泽 我也被护卫带回了长乐宫 可我没有听话 还是跑到那一厢宫外看着 护卫将那儿围得水泄不通 似乎回到了那日 母后死在大火中的那日 我被拦在远处 看着那昆宁宫被大火淹没 将母后烧得尸骨无存 那火如同将我的心一块烧了 而这一盆盆盆栽摔倒在地上碎裂的声音 又如同针一般 狠狠地扎着我的心 母后死的那日 父皇便白了头 如今又大发雷霆 将岳飞处以极刑 是我就吓了 要被送去冷宫自生自灭的阿泽 当时的我认为 他还小 不该与他母妃一同论罪 可如今我才知 有其母必有其子 造化弄人 老天让我经历了一次次痛苦之后 又给了我机会 让我弥补我的过错 这一次 我怎会让他们得逞 话儿 来帮父皇选一个吧 此时的我 只有六岁大 父皇还年轻 面上挂着无奈 若不是迫于臣子们的觐见 他也不会选妃 我乖巧地点了点头 拿起那只梅花 我瞧了一眼人群中 唯一一个高昂起头的女子 是那人 从前我便是远远瞧见了那张脸 才给了他机会 现在看来 真是争出风头的野鸟 婉婉泪清 我抬手指着他 换他到前面来 他掩饰着内心的激动 装作一副温婉可人的模样 像极了母后 陈女是尚书府的嫡女 夏软 我冷冷地看着他跪在我面前 除了这个 其他的都一一上前说说 自己为何要入宫吧 众人没想到 我会如此 都瞧了过来 只有父皇在一旁憋着笑 巧声在我耳边说道 干得漂亮 面前的夏软江 助了笑容 久久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第一个被筛下去的人 公主殿下 这是为何 你长得不行 听了我的话 他变得疯癫 朝我扑来 想要抓住我的手 却被侍卫拖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才换来这张脸 好不容易才向他几分 凭什么这样对我 他挣扎的话语 像是往我的心上 砸了几块小石子 原来他是有备而来 看我的眼圈红了 父皇担忧地拍着我的背 又吩咐下去 不得轻饶了他 我笑着说没事 又继续进行选飞 前面的人都在攻卫着 说父皇长得帅呀 想要得恩宠啊 巴拉巴拉的 可我父皇 只会恩宠我母后一人 我不停地感慨 不停地瞪着 在一旁笑得开花的父皇 直到有一女子 懵懵懂懂地看着我 他说 我听阿娘说 这里每月都有银子拿 我才来的 他不像旁人自称臣女 应是没教过什么规矩的 普通人家吧 皇宫中 最不缺的 就是懂规矩的人 好在这次选拔 没有被那些世家掺和 让普通人家 也能改变命运 就你了 我将梅花送到他手中 朝他抛出一抹笑 可谁知他聪慧过人 后来不仅是后宫的明妃 也是朝堂上第一个女官 殿下 找到您要找的人了 只是 看着他支支吾吾的模样 我内心隐隐有些不安 说 只是相辅只有一个名叫宁征的儿子 被相辅赶了出去 现在不知所终 现在我才知道 那个干干净净 毫无瑕疵的宁大人 他的过去竟是如此 宁州的娘亲 从西域来 千里迢迢到永宁找他的爱人 可谁知这丞相大人 早已成婚 家中有一正妻 恩爱非常 可他已怀有身孕 不得不成了他的小妾 一个西域公主 成了小妾 这是多么屈辱啊 他不敢回家 不敢面对自己的父母和阿子 直到最近 丞相夫人被害 此生不孕不育 是因为 有人在他的香囊里 放了大量设香 他们将此怪罪到 宁州娘亲身上 活生生在宁州面前 将他被乱棍打死 又将他赶出乡府 让他自生自灭 我慌乱地往宫门跑 叫了一对护卫 跟着我去找 如今大雪纷飞 天又渐满 不知他有没有穿够衣裳 有没有填饱肚子 宁州 这一次 我带你回家 在街边守夜人敲锣时 我终于在一条小巷中 找到了他 我是靠他手中紧紧拽着的 玉佩认出他来的 他一身单薄 背上还有两道血痕 嘴唇发白 俨然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 大概是没见过 哭得如此伤心 身边的护卫 赶紧抱起宁州 带着我往宫里跑 我是被绊倒在石子路上 都只会笑着站起来 说没事的小公主啊 可他是一次次 护我连我的月光 我怎忍心他受苦 我闹出这一动静 父皇母后都跟着我围在宁州身边 这小孩谁的呀 父皇站在床边 歪着头看着躺在床上的人 我的 是我的 我哭着鼻子看着他 话 你也生不出这么大的小孩呀 他挠挠头 母后恶狠狠地弯了他一眼 不会说话就别说 我看着这一幕 眼泪更止不住了 好久好久 都没有见到父皇和母后一起的模样了 我扑进他们怀里哭 稀里哗啦了 把父皇给整蒙了 他生硬地拍拍我的背 那让他当你的童养夫 我被他这话 气得笑出了声 我愿意 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 宁州醒来后 得知我救了他 又得知我的身份 慌慌张张要下床找我 我这时正站在昆宁宫前 看着那棵母后最喜欢的梨花树 注意到他时 他已经不知道站着多久了 只见他怯生生地看着我 换我公主殿下 我问他 你从前换做宁征是吗 是 是谁给你取的名字啊 是 是我父亲 最后两个字说得很轻 他不知道那还算不算做父亲了 我看出他的想法 道出他的心思 他杀了你娘亲 还差点害死了你 他已经担不起父亲这称呼了 他攥紧拳头 轻抿着唇 我走到他面前 话语如同风 轻轻地吹到他的耳边 你该有个新名字 宁州 那便换作宁州 我们同时说出这个名字 他愣愣地看向我 似是在问我 你怎么知道 这个名字 是他娘亲给他取的 我朝他轻轻一笑 没有解释 他见了我的笑 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好 公主 恍然间 见到他成人的模样 他换我公主 而不是殿下 后来我问他 为何不与旁人那般换我殿下呢 他说 因为公主不仅是永宁国的公主 也是宁州的公主 他傻傻地笑着 到处宁大人不敢说出口的话 他从怀里掏出那块玉佩 放到我手上 阿娘说 这块玉佩 只能给我最重要的人 现在给你了 我妈撒着 竟感觉不到自己哭了 他见了又胡乱哄着 我哭得更大声了 原来 我是他最重要的人 清风拂过 惹得树叶萨萨作响 引得湖中荷叶青摇 我抱着他 闭上双眼 尽情地哭着 仿佛要将所有曾经受过的苦难 都哭出来 再睁开眼 我坐在山间小院 与曾经不同的是 院中开满了凤鸾花 一株双生 紧紧缠绕 花浓香艳 恍恍惚惚的 如同坠入迷雾般 我分不清 这是现实还是梦了 我看着四周 只有我一个人 孤零零地坐在院中 难道我做了那么多 都是梦吗 娘子 下雪了 一道轻烈的声音将我拉回 我转过身去 飘雪模糊了我的视线 那人朝我走近 将披风套在我身上 它还是一如往常那般耀眼 只是看我的眼里被温柔沾满 宁州 我在我们之间不再拘于公主与臣子的界限 我们之间修成了正果 这天我缠着她给我讲着我们的过往 当她说到我将她捡回宫时 我猛地弹起摸索着她的衣裳 没有那块玉佩 一切都已成定数 如今的圣上 仍然是我父皇 母后也还安康 只是朝堂中多出了一个女官 让男女平等的政策更加落实 此人是谁啊 是明妃 我呆住了 当初我看她懵懵懂懂的模样 以为她傻傻的 可没想到 宁州还说 当初因为我选了个平民妃子 让父皇得了民心 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而我带着我的童养夫 出来游山玩水 还顺带成了个亲 父皇母后知道后 大发雷霆 要我们赶快回去 安排成婚大典 原因是 那安领国大皇子完颜末 亲自来永宁求亲 要娶永宁长公主 可如今只有永宁公主 没有长公主 我知晓 她有记忆 父皇正为了此事烦恼 不承想 我居然在外悄悄成了亲 婚前 我去见了完颜末 她告诉我 在战场上看见我时 脑海里浮现了许多画面 都是我 我才知道 那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我听了她的话 才恍然得知 曾经我去和亲 成了她的宠妃 却被她的仇人杀害 让我死在她乡 再一次 她故意与我疏远 却也在最后才发现 我被如此屈辱 你怪我吗 我摇摇头 前程往事皆过往 过去的 便让她过去吧 如今的我才是 最幸福的 也希望大皇子殿下 能抛弃过往 往前走 我也会往前走 不再回头